晚安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第二个小时的 《武器报》新闻 我是徐俊相 接下来我们通过现场直播 一起来关心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今天遭到收押觐见的 所有你所关心的各个层面 我们看到了这个是柯文哲 上号之后上了囚车 被运往台北看守所的历史镜头 从今天法官的裁定书几大理由 我们看到唯一的重点 这是法官认证柯文哲明知违法 而为之图例精华成200亿 白纸黑字 但是大家更好奇的是 今天法官如何在不审视 新证据的情况之下 照样收押柯文哲 上一次是吴宝请回 为什么今天变成了积压境界 今天庭上的种种细节 怎么过招 我们要带您来还原 更重要的是 律师团一定会提起抗告 到底胜算的几率 有多高 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关注 现场直播 柯文哲最新发展的来宾 我们一个个介绍 欢迎资政媒体人黄伟翰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资政媒体人平秀玲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资政媒体人上号之 大家好 同时我今天在现场 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律师刘伟霆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欢迎台北市议员李博益 大家好 好 一开始伟翰带我们 赶快来重建今天的过程 怎么会同一套证据 我也不审视后来的新证据 几天前无保请回 今天给你收押净件了 好 君强哥 报警的观众朋友 今天这个是太重大的新闻了 因为台湾民众党的党主席 柯文哲 在今天大概傍晚 五点多快六点的时候 居然被宣告要收押净件 上次不是无保请回吗 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观众朋友先给大家看 画面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说实在的 看这个画面心生生的 就像个阿伯上靠了 他也没有像之前阿伯一样 什么司法迫害 把手举起来 没有 他没有表述 他甚至只有在出来到 准备上球车之前 瞄了一秒钟以后 他中间走路过程 连记者都不看 所以就比较少了他正面的画面 柯文哲为什么被积押净件呢 观众朋友 因为这一次的 再次积押庭的法官 他叫吕正叶 他跟大家讲 同样的一个基础之交 他为什么上次住宝请回 我看到很多的失识者 真的是非常的不满 绿色法官 对不对 当然台北电话法院 我们今天就不讲这些了 台北电话法院 讲说施命德 自己讲的东西 后来去查他 录影录影 没有这个失识 但为什么 来 观众朋友你看一下 这就是这一次 这个吕正叶法官 他让柯文哲 必须要积押进阶的 三大重要的理由 在我们今天报信文 我简单跟大家讲 字很多 对不对 我弄三种不同颜色 就这三个重点 画出重点了 第一个就是他认为 被告柯文哲明知增加 过高超过560的容积 金华城案 就已经会违背法令 但人执意为之 还贯彻意志 你可能叫你的市府官 必须要开会 然后这个事情就代表了 柯文哲是明知违法 而要去做 观众朋友 我们报信文 已经连续两个边跟大家讲了 贪污之调条例第六条 明知违背法律的条件 上一次不满足 这一次满足了 所以两个法官的见解不一样 这是其一 其二 在过程当中包含了 省圈圈 印圈圈 彭圈圈 彭正圈 印小微省 庆金 他们的公诉 跟柯文哲的公诉不一样 然后这个事情 现在目前没有任何 我跟大家报告 170万 700万 你先不要管 因为到目前为止 金流也好 现金也好 没有 但是没有的话 就是没有贪污之调条例 第四条跟第五条 我们先不管 可是第六条的涂利 上面讲第六条有 涂利 那就五年以上 现在是涂利 可是以后有可能会 转成贿赂的重罪 那就是七年以上 甚至是十年以上 所以这个事情表示 他犯刑重大 明知违背法律 最后一个是什么 来 俊翔哥 最后一个就在告诉你了 这件案子 因为是有一个 200多亿的不法利益 你给金花城 那么多荣基率 不管是聚保 让他交保 责付或者是限制住居 都无法保证 在整个侦办过程当中 可能串供 可能有一些奇怪的情况 非收押不可就对了 所以三大理由弄下来的时候 柯文哲的决定 就必须要是收押禁件 连什么交保以后我聚保 然后我要讲司法不公 我要绝食 那种这个状况都没有发生 就只有一个直接收押禁件 送到土城看守所 所以这也事实解释了 为什么同一套的证据 今天任何新证据 他都没有纳进来审视 结果上一次 法官相信他的不知道三个字 这一次法官说 明知违法而为之 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 我们今天在看 这个新闻事件的时候 我相信现在看 我们报信息的观众朋友 大家有的人可能是 柯文哲主席的支持者 他会觉得很悲愤 那我解释给你听 后续柯文哲主席的律师 还可以提抗告 那到高院去 那看过去怎么样 先不要做预算理想 还有第二个 这个叫做积押庭 只是加他积押而已 那观众朋友知道郑文燦吗 他被起诉之后 是几天他也就放回来了 所以柯文哲积押过后以后 他有可能就回家了 这还不是一审 还不是起诉 都还没有定验 但是柯文哲今天也知道 他也觉得可能 感觉到这个状况不太对 增加了一位新的律师 叫做肖逸宏 他是曾经当过法官跟检察官 而立检律师就是证声员 他是特診组之前的检察官 所以这三个 非常有机会的律师都来了 当过法官 当过检察官 很熟悉 他跟谁PK呢 跟这个北检的江振玉 主任检察官 他们一起 这也是三位 所以三对三的状况之下的时候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来 观众朋友再回过头来 到底为什么这样 就是在 我们为什么今天开这个 第二次的家庭 就这样一个 是因为第一次 吴保警惠的那一个处分 被高等法院给驳回 发回庚裁 所以你就要回来看之后 他发回庚裁的时候 他到底是讲什么理由 他第一个就告诉你了 同案被告彭正森跟朱圈圈 也就是朱雅虎 他们的公诉 所以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公诉 我现在目前看不到 检察官才知道我不知道 但这公诉显然多出来了 对柯文哲不利 第二个 被告积极介入金华城 客官的情状 你积极介入 这是高等法院法官发回的理由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这里没有去 我弄给你看 他这边有讲到 就是这个朱家义 为什么让柯文哲无保请回 你这个原审 没有对于检察官所提出的 全部市政予以综合评价 就是这一点 所以同样的市政 朱家义法官 你看得不够完整 但是回到这一次的 吕正义法官他看到了 他看到什么呢 观众朋友 这个就是朱家义法官 朱家义上一次的 我讲到这个 大家就观众朋友了解了 他当时告诉你什么 你只看到无保请回 柯文哲之者都很高兴 你请注意看 他的第三点告诉你 20%的容金奖励 客官上有违法 违法了 所以连让柯文哲离开台北地方法律 无保请回的法官都认为 20%有违法 可是他的下一点 第四点说 但是他认为柯文哲不知道 好 那俊阳哥 还有观众朋友很简单的 就是第一次家庭的法官认为 这个事情违法 可是柯文哲不知道 不知情 所以没有满足第六条 明知违背法律的条件 可是这次吕正义 他发现是有的 这个也就跟 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三点一样 这三点告诉你的 现在目前的认定 是柯文哲明知560以上就违法 我们这两天有看到很多历史画面 2017年6月6号 印小卫就问了柯文哲 你为什么不敢给560 他说因为公务员讲说这会徒利 所以你知道往上升会徒利 所以就满足了这个条件 这次柯文哲主席就被判 积压禁件送到图城看守所了 好 观众朋友 从这一刻开始柯文哲 他的名字剩下四个号码 一串号码 但是我和你来告诉我们 其实今天真的就是一个 洗三温暖的心情 为什么 最早出来到了下午 北院直接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不会想新市政 你知道新市政多至关重要吗 包含了这个邵秀佩 包含了彭震生 他们的公辞一个咬一个 最后咬到了柯文哲 我们都认为 如果把这个新的一个进度证据 把它纳进来的话 柯文哲铁定完蛋 那个时候我相信他的律师 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四点 笑着面对镜头说 我们有努力 我们尽力了 真的没有想到 一个封锁连络转 居然把他压进去了 好 俊翰哥 这个是关键的点 因为我们有律师在场 等一下请律师有专业议证 跟大家补充 大家都误解就是说 所有的状态只能定在 这个礼拜一凌晨两点半 柯文哲布出他的地方法院 的那个情形 可是问题是 这个明显讲说不能有新市政 他有一个抵御权 被告也有抵御权 你不能再给我新的 对不对 他的那个分界点应该是 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 他去问了彭震生 问了朱雅虎之后 还有问了邵秀佩之后 他去跟高等法院提出抗告时候 所他们提交给高等法院的 所以只要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 提给这个高等法院的那个市政 都可以用的 所以才回头看来 所以大家可能有个误解 所以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他今天的第一点 就告诉你 他发回跟裁的这个第一点 就告诉你 根据彭震生跟朱雅虎的公诉 还有这些内容 所以大家可能误解了这一点 以为说那就是根本就不会有问题了 还有很多人认为 这个吴宝就是直接回去 吴宝请回会再发生一次 但并不是的 所以显然 彭震生他是不是做了什么东西 是对这个柯文哲不利的陈述 让这一次第二次的法官 吕正叶 他认为柯文哲明知违背法律 已经满足了第六条 徒利的这个罪嫌 所以他才被收押禁件 让证据说话 秀琳我们再来看到 今天的这个整个 积压的大家就在等 等这一份新闻稿 被告积压禁件的三大理由 你在这里面看到了什么样的 这一次法官从吴宝请回 变成收押禁件的关键 你看到什么 我觉得有一个点需要理清 待会也许可以请教这个律师 因为现在有两种说法 就是刚才伟翰所说的 到底检察官提给高院抗告的 相关新增的券证 在不在今天积压庭的范围之内 现在有两种说法 有一种说今天早上的 积压庭的程序庭 所说的限定范围 是要回到积压一庭的 那个时间点上 有一种说法是回到高院 得到抗告的相关的卷证上面 那现在是到底哪一种 台北地方法院是没有出来 做清楚的界定 也许律师比较了解法律程序 可以理清这一点 但如果这一点为什么关键 因为如果你是回到了 积压一庭的那个时间点的话 表示说现在的这个 吕正业法官跟朱嘉义法官 他们看到的资料是一模一样 我看到两份一模一样的资料 为什么有一个人选择了 无保这个发回 有一个人选择了收押境界 这是两个完全极端的裁判 那不会让大家觉得 这个法官的自由新政的 裁量的幅度 未免太大了吗 如果他们看到的真的只是 同一份的这个卷证的话 如果是第二种 刚才伟翰说的那一种 我送给高院的补充的卷证 也包含在这个积压二庭的 论告里头的话 那就合理了 因为我在补充给高院的 这些论证 都让高院的法官 可以把他的新政 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柯文哲应该是有积极介入 当高院的法官都为积极介入 这四个字背书的时候 积压二庭的吕正业法官 当然非常的有底气 去扣联说 柯文哲你是明知违法 所以到底包不包含 在抗告的时候 所增加的这些新的证据 我觉得是积压一庭跟积压二庭 做出完全极端不同裁判的 一个关键的争点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假设是没有 真的不包括这些的话 那就非常的奇怪了 地球方法院必须告诉大家 你为什么两个积压平 一个朱嘉义法官 一个吕正业法官 居然可以给我们 南辕北侧的见解 那这个法院 未免浮动性也太高了吧 这一个吕正业法官的 这一个裁定里头 其实讲了非常多的 他的新政 而且他的新政 到底有没有超越 这个无罪推定的范围 我觉得都有争议 因为他提到 为什么一定要这个积压科文哲 因为涂利税之外 是五年以上 假设真的有找到金流 找到收贿的话 那是七年以上 甚至更高的重刑 柯文哲极有可能会 为了这个重刑 去勾串以及灭政 就代表说 你的新政是有这个 收贿罪的可能性存在 那这就是一个 有罪推定的边界了 你是不是真的觉得 我觉得他就是有拿钱 所以我现在不押不行 当然第一件事情是 这个证据上面 的确大家可以解读 柯文哲明知违法这件事情 到底是明知还是不知 对 吕嘉义认为不知 但是这个吕正叶认为知 那他们看的是同一份资料 为什么有的觉得知 有的觉得不知 那当然是他的这个新政的 不同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里头 这两份裁决当中 的确是还有很多 可以继续去探究 到底是哪一个原因 造成了南辕北侧的结果 不过那个第三位 加入柯文哲律师团的律师 其实满有趣的 他经营了一个法律粉砖 叫做一起读判决 那这一个粉砖 在第一次的三天三夜的 这一个积压审讯 柯文哲的时候 其实很多绿营的朋友们 都在传 就说这一个粉砖的法律见解 非常正确 非常符合法律实务 所以是很肯定 他的法律专业 那现在他变成柯文哲的 这个辩护律师了 那所以当时在柯文哲 吴宝交回的时候 这个民进党那很多的这个法律专业 专家的见解是说 大家不要太失望 不要太崩溃 因为无宝交回并不代表无罪 那未来可能起诉之后是会被定罪 现在的状况其实回到了 同样的一个时间点 就是收押净件 不一定代表有罪 所以小草们 柯文们 也不用太早崩溃 怎么样来解读 今天法官的新政 韦庭 依法论法 今天这个鸡家庭不省新制政 大家觉得这样有利于阿伯 最后居然扳倒了阿伯 你觉得这个中间转折的关键在哪里 我来好好跟大家解释 不然大家看着这一头雾水 首先第一个跟大家说明的就是 确实这个法官其实是要求 不管是辩邦的律师 就是柯文哲的律师 或者是检察官 因为你从高院以后提出的资料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对于柯文哲的律师来讲 他们其实只有一开始 在审计押庭的时候越过越 所以如果再提出更多新市政 说时代的这个法官也没有时间审 所以他要求检察官 你提出的新市政我不要看 我只看之前的 也就是回到礼拜六 当时候北检提给法院 申请积押的时候的资料 好 这样看起来 其实非常有利的柯文哲 包括我们法界都认为说 这种状况下检方提供很多新的武器 通通不能用 难道法官是要让柯文哲 可以顺利下车吗 所以以这样子的方式 来保护柯文哲的权益 好 我们一直以为是这样 但在这个四点多 同时告诉我们说 柯文哲积押的那一刹那 我们法界也都吓到了 为什么 为什么同一个卷 这个地院法官看的 跟上一个地院法官看的东西 一模一样 为什么一个是积押 一个是无保请回 难道真的法官跟神一样 他说的算吗 他到底哪里有问题啊 后来我们看到了积押理由 我可以告诉大家问题在哪里 所有的人提供的 北检提供的证据照 全部都一样 只有一个人讲的不一样 那个人叫做柯文哲 来看一下第一句话 柯文哲经过讯问以后 不增值申请书 所指的部分事实 他承认了部分检察官 所指的事实 再看一下第二段 蓝色的中间 责被告 责被告 未避免受到重罚 重暂时坦承部分事实 未来仍然可能避重就轻 他在讲什么 柯文哲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参与开庭 但不知道法官怎么问他的 他产承了部分的事实 这个部分的事实 就在法官的第一段 你明知增加过高 超过560的容积率 所以这个法官认为 土地罪你跑不掉了 因为你明知而且你承认 所以就用这个理由 认为你已经触犯 土地罪了 接下来第二段是讲 你除了土地罪以外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嘛 你莫名其妙一个公务人员 担任市长 干嘛特别有利于金华城 所以或许后面还有 贿赂罪的问题 所以法官才最后用一个 我们叫做比例原则 我可以选择让你交保 我也可以选择积压你 可是一个200亿的事情 涉及公益性这么高的事情 把你关起来 限制你的人生自由 跟为了这么大的公共利益 把你关起来 显得微不足道 所以关起来了 好 博弈 大家非常好奇的 一个段落还没有被拼上 就是今天法庭上的攻防 究竟激烈交锋到什么程度 就在整个收押之后 同步我们看到周刊 写了这么一段 我描述给大家先观众朋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法官这一边提到了 沈庆经论功行赏的那一段时间 柯文哲的妻子 儿子的账户出现了 不明资金的金流 甚至柯文哲的手机 有删除对话的这个情况 法官就认为 你在灭证 你怎么看 先说吧 柯文哲律师团找了王牌阵容 里面有检察官 法官 甚至还有待过特征组 但结果是比不上法官的所想 王牌 律师团一点也都没有 法官判你有罪就是有罪 这也是今天让我们觉得 最尴尬的地方 先讲 今天北院要求检方 不得提出新市政的时候 我相信在座很多来宾 想法都一样 就觉得柯文哲有利 说不定还有机会 继续的无保请回 或者最多交保罢了 看交保金额多少 结果没想到结果出来是 柯文哲 积压境界 要知道柯文哲的精华城案 之前是北院跟高院的 见解差异太大 因为北院认为柯文哲 犯罪嫌疑不足 也就是朱家义法官 认为这个结果 但高院却认为不对 柯文哲是积极介入精华城 所以撤销原裁定 退回北院重审 但是没有想到 今天北院判出来结果 出现了一种更奇怪的状况 就是北院法官 跟另外一位北院法官的 见解差异太大 同样都是北院法官 但见解完全不一样 之前的法官是认为 柯文哲犯罪嫌疑不足 但现在这个法官 直接跟你讲 他说柯文哲明明知道违法 还硬要给予容金 有图立罪的嫌疑 甚至还怀疑他 有串政灭政的疑虑 所以收押觐见 甚至有可能转为贪污罪 我只能说柯文哲 之前讲话他都不知道 虽然到今天他有点改口了 承认知道部分事实 但是我更觉得法官的新政 还是取决了所有一切的结果 法官认为你有罪 你就有罪 法官认为你没有罪 就没有罪 所以我觉得现在 律师团一定非常紧张 而且很多的律师里面 还当过法官的 但是现在他们出了 台北的地院之后 一样也只能脸黑黑 完全无奈地走出去 因为要知道柯文哲抗告 原则上成功的机会 是为乎其为 已经被判定收押禁件的结果 之后是很难翻盘的 所以后续包括了 怎么样小草幸福 法律是有公正性的 怎么样让民众党能够认为 司法是公平的 我觉得会是柯文哲 包括法院接下来 必须要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 好 后知 我们回头要来聚焦 今天被告羁押禁件的 三大理由的第二点 看哪里了 我们看到这个 何况被告者是柯文哲 柯文哲所述 跟已经被在押的共犯 沈庆青 殷小薇 还有副市长 这个 洪震生 所述不一 你怎么来看 这个都是原来在卷的 这个原本一模一样的证据 这个证据为什么 这一次被法官拿来划重点 而上次法官似乎直接跳过 相信他的不知道 因为两次的 就是我们都讲相应司法 9月2号也是司法 今天也是司法 你到底相信哪个司法 我们两个结果不一样 上一次法官说他无从知悉 无相关专业 然后跟你讲说 卫达有犯罪之高度可能 今天完全不同 今天跟你讲说 贯彻一日 执意为之 久难若皆 就我觉得今天法官的写法 其实有点怪 就是说他讲说你现在 我认为你有土力 然后你还有可能有收惠 问题是你是因为收惠压他吗 他是因为土力压他 对 你为什么把收惠 那写在那边 你手上有什么证据 因为收惠是第二个生压的理由 不是 问题是你手上没有半点证据 法官没有任何半点证据说你收惠 重点是金流 对 对不对 他说 因为现在的主体是柯文哲 柯文哲你现在没有证据他收惠 你把它放在收惠的理由里面 有什么道理 然后再来一个 前面讲的 质疑为之贯彻一日 久难若皆 你要告诉我说他的 我跟你讲 我不认为柯文哲在这世界上 保得掉或者他无罪 但是问题是 你法官要讲说讲到这么重 你找到一些理由告诉我说 他为什么你认为他是执意为之 贯彻一日久难若皆 第二点他在压他理由 其实都不是前面那些 是告诉他你说 却有事实 逐任被告因犯罪重罪而灭证 其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 意思说你现在已经在灭证了 你在勾串证人 同样的 这是比较SALIC的东西 你讲说他有可能收费 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是你现在要确认 但是你这件要确认的事情 你不用解释吗 他到底是灭了什么证 勾串了什么证人 因为他是这两个加起来之后 然后第三个告诉你说 我没有别的办法去排除你 勾串证人 第三点是讲说 我没有别的办法去保证 保证你不会赚证人 所以我必须要压起来 其他办法东东都不行 他拿200亿的公共利益 这么巨大的公共利益 他说这是一个动态平衡 对 他不是 他第三点只是告诉你说 我就是因为只有这个办法 可以防止你串证 可是前面那两个东西的时候 他变成都是形容词 你到底 他串证这件事情 或他灭证这件事情 其实你要找出一个 你要找出一个 让大家幸福说 举个例子不难吧 他到底跟谁串证 跟谁灭证 这件事情下去就有了 或者他把手机什么线消除 这些东西 你这东西就有了 可是法官在这件事情上面 没有去做 你就会变成你前后两个判决 对于挺科的人来讲 或说对于相信前一个判决的人来讲 就会觉得说 你今天这个判决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我们才会讲说 法官的新政到底为什么会差这么大 因为市政看起来是一模一样 上一个说无从之息 无相关专业 现在你说他执意为之 贯彻一致 表示说他从头到尾都有参与 而且他从头到尾再推动这个事情 所有事情都是他干的 我觉得法官在这上面 其实应该要去解释 因为我今天也 今天大家听到说 用同样的一套试证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上一次很薄弱 因为上次连上修配都没约 你本来觉得今天了不起 就是交保已经是 往前又一步了 我之前上午觉得 我觉得交保都不会 再一次无保请回 就是你了不起 了不起限制住居然后电子监控 了不起的话 因为证据长得一模一样 那问题是最后 法官要去解释就是说 你为什么的东西 你的东西的基础 这几句话是关键 你基础在哪里 再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他把那个没有发生的犯罪 写在技嘉里面 那实在太怪了 好 小平哥 你讲过贪污的人就该被关 今天柯文哲被关进去了 问题是刚刚我们听到后织在讲 你连金流整个勾机 都没有一枪毙命的证据 你怎么看今天三大理由的 收押境界的理由呢 金流先不谈 然后图利 我认为图利就该收押 一个200多亿台北市的名字名高 当然要收押 而且很清楚一定要 今天他收押的理由是什么 那个邵政工程师的这个供词 就是那个时候叫第三号人物 叫杜花局 还有 那很清楚第三次 因为那个彭政师在里面快死了 你知道他低纳症 低血纳 低血纳低到120死亡 他120级 130级是正常 今天那个谁 沈静晶手在抖啊 听说握不住一瓶水啊 是 我这样说啦 沈静晶没有当污点证人 只有两个人有资格当污点证人 一个沈静晶的金流嘛 我给你多少钱嘛 那一个就是彭政生你指定我做什么事 我就讲一个小故事嘛 那个时候最后到2021年的10月 不是通过了20%的荣奖 30%的荣誹吗 好 你知道 其实我们台北市的章 那个彭富盖了两百多个章 这种到都委会的章 因为他是公务副市长 柯P有盖多少章 零 因为台北市长不盖这个章 可是这个章彭富不盖 他说你要逼我我就辞职 他说我宁可不做副市长 我也不要去坐牢 简单讲 好 我相信这一段 他一定有去咬前两天 有没有 到那个简单关 跑到土城看守所 然后最后协调怎么样 他说除非啦 我是第一副市长 市长的甲章在我身上抽屉里 然后我盖这个甲章出去 我就办这个事了 柯P同意了 那你柯P 这是最后的末端 然后前端呢 二月的时候沈庆金 应小微这些人 就去找了黄锦茂局长 找了那个彭富市长 说这个案子容积要增加怎么样 要放入都委会 因为只有放入都委会的流程里面 才可能增加20%嘛 好 当然一年有一段路要走 可是彭富给他的答复 也在我们金华城的调查小组也讲 他说我不同意在2020年的2月 应小微来找我 然后那个吴顺敏来找我 为什么不同意说这个语法无据 因为不是都更案 不可以20%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他说我主张只能都发局跟都委会 然后公家机关对公家机关 我才受理的 我不可能私人来 我就帮你办那等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柯文就从二重胆编身 就发明了三场便当会 之后很遗憾 为什么黄珊珊主导这便当会 现在连正人都没有传 他在当选 他选市议员的时候 2018年市议员 他也收中公20万 他也是他介绍给阿伯他 你不能传都不传 三场便当会他主导的 你为什么不传他 我很纳闷 我希望他传他 所以我认为他做这个事情 今天阿伯第一次没有押是为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法官相信的 这一次为什么押他 他积极的介入 罔顾法律的介入 甚至连副市长都要辞职的 我认为压的理由已经够大了 从徒例来讲 我今天问题就是说 今天一模一样的证据 就摆在那个地方 卷宗就是这么厚 一模一样没有多半张纸 没有多一个字 上一个理由是我相信他的 他是不知道的 现在我认为他明知违法而为之 这是平时空吗 这到底 因为上次这一次的这个叫做 就发回高院的说法 就已经其实下了指导期的对地院 因为他认为罪证重大 我讲高院发回那个 那已经像是实质内容了 那地院 那每个法官我们尊重他 第一个法官叫刘德华 叫北院刘德华 他认为他真的 他很天真不知情 可问的 可这个法官认为他什么都知道 而且重复到你罔顾法令 颠倒是非 颠倒程序 就是要得到三百亿 两三百亿 审刑机 所以我要压你 就这么简单 我的看法就这样 好 依萨 我们看到一个 《镜中刊》最新的一篇报道 我读给大家看 标题是写说 不明资金流入柯文哲妻儿的账户 柯文哲的一个举动被认定是畏罪 什么举动 下地界的所在 这一份裁定书 法官的裁定书直指 柯文哲在跟应小微便当会之后 积极介入金华城之后 幕僚去提醒你 可能违法 张你还是盖下去 后来沈庆经论功行下时期 这个不明的资金 有这个金流被盯上了 重点是 柯文哲手机有删除对话的记录 法官就认为这不是灭证 什么叫灭证 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 这次检察官其实是让两只手 跟律师在对打 为什么 一 检察官自请限制阅证 自断一只手跟你律师在打 第二个 限制还不能使用 所谓的新的试证 等于是两只手 我用双脚就跟你律师打了 最后法官的新证 我觉得法官每一个法官 都有每一个法官的新证 法官的新证 前一个法官叫做柯文哲不知道 柯文哲是林志妙 法官相信 法官相信柯文哲157 法官相信台大医院的医师 台大教授是跟林志妙一样 看不懂公文 这是法官的新证 新的新证叫做 我认为柯文哲不可能看不懂公文 柯文哲不只是吃便当盖印章而已 他一定是积极的介入才会有连续 从交办 从研议 从最后的公展的章 都是柯文哲盖的 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新证 你要必须承认 这个不同的新证我们要尊重 这个就是司法公平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不相信一个法官 但是我们不可能不相信 两个法官 三个法官 现在律师又要抗告 回过头来又是一个新的法官在判定了 所以这个叫做相信制度不一定要相信人 所以你对任何法官都有任何批评 我都尊重 但是社会怎么看 柯文哲真的像林寺庙一样吗 柯文哲是157页 怎么会像林寺庙一样 第二个 所谓的这次最重要的是 旧的所谓的审庆经的供词里面 竟然法官判定的叫做 亦或有共犯沈庆经契约或收受违背职务贿赂 仍有待检察官依调查所或者具体证据查明 为什么他敢写沈庆经契约柯文哲收受贿赂 表示可能在沈庆经不管是其他人的对话记录里面 或者是沈庆经的相关的经流里面 有可能有柯文哲的影子吗 第二点所谓的经流的部分 第三点 这个叫做新试证或救资证我们不知道 手机是当天检察官就去搜索了 搜索之后我要去把它复原 复原完之后它里面的内容叫什么 到底叫旧证据还是新证据 有可能今天最重要的就是 柯文哲手机的内容 它不算是新试证 它是因为我当天搜索之后 它的手机需要复原需要时间 之后送到新的法庭 这个就是手机复原 我直接讲我2019年 跟柯文哲的对话记录 到现在都还在 柯文哲是一个标准的用 内容去做所有讯息传递 做所有市府指挥工作的一个市长 他非常依赖手机 非常依赖内容 所以这些相关的内容里面 是不是足以证明 这个从头到尾都是柯文哲的 积极介入底下所形成的一个结果 所以法官这一次才会在里面说 对 被法官找到了 你疑似删除LINE的对话内容 到底在心虚什么 观众朋友 等一下我们要告诉大家 柯文哲上的求车 就够了45分钟 突然他自己的脸书 PO出了16秒的画面 他召唤支持者 喊话支持者 心存善念 尽力而为 继续努力 这16秒又会刮起怎么样的政治效应 不要走开 是这样的 Infinity Ga G 心动摇迹 对 是在例子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